好了 事不宜遲了 今天的晚宴正式开始 既没有金毛 也不是私王 大家好 我是邪信 见到由街坊装摇上一面 穿得这么正式这么行 就知道今天有Mission要做 不过我的Mission就是possible的 我既然作为一个前电台的工作者 偶尔会做一些VO也好 MC也好 都是很合理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会化身做一天的婚宴思宜 不过乘尾衣服就要去到会场才穿 虽然入了秋天 还是挺热的 而一天的婚宴思宜有什么要做呢 就记得不要走开了 zac 时 他 try to build an곤怒 既然又有消费 来老 Party 早前 这边 都没有救了 最值钱的就是夜景 看完夜景才开工 来到场地之后 首先要做的就是确认的工作 先和场地方面的负责人了解今晚的行程之外 然后就了解一下地方有什么要玩 例如拍照的位置今晚就在外面 之后就再看一看稿 重复确认一次 就可以准备等待上台了 上台之后就像上身一样 稍后就会变得更好 另外一边就像上身一样 最后就像上身一样 就像上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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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样的内容 就像上身一样 不过 就像上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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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像上身一样 我晚上看到很多的中學同學 因為我是新娘子的中學同學 同時根據一對新人所說 今個晚上相對地是比較少的親戚朋友 更多是一對新人的中學同學 但同學得同同各位好同事 所以希望今個晚上 一對新人可以在分禮之餘 更多是像一個Party 甚至是嘉年華 你看到我的左手邊位置 亦都準備了一個Live Band之餘 另外一個鏡頭活動 亦都是以我第一次在分禮會見到的 就是在正確的時候會有魔術的表現 而另外亦都有個問題 給各位坐在比較近台邊的朋友 請你們現在拿一拿盒子 上面有些碎打 因為待會出場的時候 新娘子就強烈要求大家 用這些碎花仔 溫柔地拋去她的頭上 好了 事不宜遲了 今天的晚宴正式開始 我們就三二一了 3 2 1 一刀刺到尾 中國的對身又無法制衛 哇 厲害 好了 接下來我們會進行下一個的環節 就是合忍交杯的時間 好了 我們繞著抓定合忍走 繞著 是啦 好 這裡面有拉對手 3 2 1 3 2 1 喝白粉酒 一生都洗一洗一洗手 三制洗到不洗口 哇 之後我們就請一對新人就錯了 因為今晚的重頭皮 就會即將開始了 除了剛才會有孤獨的魔術院之外 當然很想要就要吃吧 對吧 另外同時間也都有LIFE 因為陪伴著大家 無愧今晚大家可以 吃多點 喝多點 玩得開心點之餘 還可以大飽幾福 口福 好 大家要喝光了 乾杯 喝光 喝光 因為今天有Live Bank 所以就出來外面說 其實一般的婚禮去到中場的時間 是會新人子進去換衣服 之後去到食刺的時候就會出來 接著就和早拍晚播 而今天就比較西式一些 就會每人一個套餐 而我今天既是新人子的中學同學 所以我會吃完一份 吃完東西之後就會進入拍大合照的時間 如果平時我是街客的話 就會和Crew一起吃個飯 很快就會去再做事 我們現在邀請各位來賓 包括我們的一對新人就座 因為我們在大寶口出的動作 即將要進入大寶 耳複和眼複的時間 因為我們要進入這個魔法的世界 邀請我們的魔術師請攻 他其實很厲害 贏了兩個獎項 包括香港藝術金表彩 以及世界魔幻球的銀牌 今晚這個魔術表演 我們的魔術師也要求各位 和他一起玩魔法 我們非常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大家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好了大合照就拍了 在最后的时间做个Q&A 一天的婚礼私宜 其实晚上的话就是6点到10点左右 而事前的工作准备其实都挺简单的 主要跟对新人沟通了一个晚的流程 和他们的故事是怎么样 之后回去就再准备一些稿件 再跟一对新人做一些沟通 最后你就问我究竟这宗的婚礼是怎么找回来的 当然这宗就是跟中学同学的关系 如果其他的话都是比较佛系 有人如果主动找到我 我都会做的 最后的最后 给回我Creddy一对的新人 阿祖和Herry 恭祝你们就是新婚快乐 永远都甜甜蜜蜜 CL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